好 接下来咱们打开书呢 二把二十一页来看一下十三课的单词 其实十三课这个课文 讲的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小说 然后看这节课单词又有啥 看第一个 这个不说了狗 然后后边这个 一大堆 然后像这个可以当人群 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单用可以当人群 然后因为它是什么姓的 阴姓的 这个词词姓呢 umbre结尾的一般都是阴姓的 比如说ambre mucha ambre 对吧 但是呢 只有一个特例 比如说ombre ombre 这什么男人啊 一定是阳性的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的 imbre结尾 它都是什么姓的 阴姓呢 muchedumbre 然后呢 刚才我说它单用的话是 人群una muchedumbre 然后像这个呢 它的这个 是一个集合名词 它做主语 动词编位用哪个人称三单 而且呢 它可以当一个量词 指的是一大堆的什么 东西 对吧 那是不是 una muchedumbre de 对吧 好 然后比如说 la muchedumbre lanzó un immenso grito de dolor 是不是说 这一群人发出了 突然发出了什么样 巨大疼痛的喊叫 对吧 那 la muchedumbre 所以那你这个动词 是不是用的是三单啊 然后再比如说 刚才我说它还可以当量词 una muchedumbre de aves una muchedumbre de possibilidades 所以单用指 人群 当量词就是一大坨什么东西 然后跟人群相关 后边出了一个词 叫hendio 它长得是不是特别像什么呀 hende 对吧 hendio 那它这也是一个集合名词 也是人群 所以当人群讲的话 像什么之前见过的multitud multitud 然后还有这个muchedumbre 还有hendio 是可以用来替换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词 agitar agitar它有摇晃 这样的意思 或者让谁谁不安 然后那像这个摇晃 九动词嘛 摇晃什么加名词 对吧 让谁谁谁不安 然后后边可以直接加语 对吧 比如说agitar el fresco de jarabe ante de abrillo 那是不是就是什么呀 摇它摇晃 或者请你摇晃一下 用命令诗也行 对吧 这个糖浆的什么呀 小瓶 在打开它之前 对吧 好 然后那再接着 如果要agitar 是不是就是摇晃自个儿 对吧 或者是什么呀 让自个儿不安 比如说 se agitan los trivales 是不是小麦在摇摆 对吧 风吹麦浪 那个感觉 对吧 那主语是不是los trivales 然后再比如说 no te agites que el médico te aconsejo tranquilidad 这是no te agites 这场 你不要不安 你不要焦躁 是不是这么意思 这是不是用了一个否定命令诗 在这儿多少下 que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呀 porque 表原因啊 que el médico te aconsejo tranquilidad 是不是医生呢 是让你干嘛 保持平静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 看后边这个autoridad 权威 这个不说了 这个记住就行 然后再接着后边这个imboner imboner 咱们先来说一下 它的变位啊 本来一开始我打算 这个变位不讲了 后来还是有点不放心 还是讲一下啊 那它这个变位 是不是就跟boner 这个变位是怎样的 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像它承受现在时 那是不是只有 有我不规则 只有我不规则 它应该是imbongo 对吧 其他人称 是不是都规则 然而到了肯定命令是 boner 对 是不是bon 那这个imboner 就应该是啥 imbon 但是你这个imbon 需要干嘛 加中音符号 要不中音 是不是就已经跑掉了 对吧 然后usted 是不是imbonga ustedesimbongan Nosotrosimbongamos Posotrosimbonate 对吧 好 然后肯定命令是完了以后 虚拟是现在时 它怎么变呢 是不是它yo 只要它不规则 一路 极细不规则 这种 一路照着它变上去 对吧 那是不是就是imbonga imbongas imbonga 到imbonga 然后重说 imbongamos imbongais imbonga 好 那这个完了以后 接下来 简单过去诗 它是不是也不规则 那boner 简单过去诗 是不是buse 所以imboner 那就应该是啥 imbuse 对吧 imbusiste imbuso imbusimos imbusiste imbusieron 那像过一晚 什么呢 是不是都规则 但是要说一下过去分词 它的过去分词 就应该是啥 是不是应该是imboesto 对吧 imboesto imboner 是boesto 所以说这相应的 现在完成诗 过去完成诗 是不是都是aver 加上imboesto 对吧 那说过这些 还有一个时态 需要大家注意 哪个时态呢 就是这个将来未完成诗 那这个imboener 将来未完成诗篇 应该怎么变呢 是不是imboner imboneras imboner 是不是boner ponderas ponderas 对吧 所以它就是imboner imboneras imbonera Nosotros imboner 无人称俊 对吧 人家给强加了一张罚单 给谁 给这公司 然后再接着刚刚后边 这个诗orden 这个词得特别注意 因为这是一个双性词 那也就是说阳性阴性都有 然后阳性的时候是秩序 阴性的时候才是什么 命令 所以elorden 这是不秩序 laorden 才是命令 而且还要注意什么 orden这个词 蝙蝠树 ordenes 需要干嘛呀 加上重音符号 好 然后再接着后边这词组 aprir basso 开路 我觉得这也好理解 打开 basso 有脚步 路这样的意思 后边这个bierna 腿 这也不说了 然后后边这个morder 刚才在讲语法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过这个词 morder 要 这个意思 对吧 简单说一下它边位 你一看它有一个o 那它沉入现在时 就是一个平凡的o 变成我 所以说沉入现在时 就应该是什么呀 muerdo muerdo 然后像其他的人称 我就不说了 比如说虚拟 虚拟是现在时 是不是就应该是什么呀 muerda muerdas muerda mordamos mordais i muerdan 对不对 然后那再接着 像什么简单过去时啊 过去未完成时啊 过去分词啊 等等等 将来未完成时 都是规则的 好 然后那再接着看一下morder 它这个词啊 那就是一个九五动词 咬 咬啥 你直接加评语 对吧 然后呢 咬了人 la morder a uno 比如说morder una bit 是不是咬一根铅笔 再比如说 刚才练习里头 语法里头建了一个句子是什么 el perro mordio al chico 那是不是这个狗咬了这小孩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词啊 defender defender这个词 整体变味是规则的 所以这个变味就不说了 那这个词当什么讲 保护 保卫 保护什么 defender a uno defender a lugo 然后那或者是 用字符 这个用起来很简单 defenderse 那自卫 对吧 那自己保护自己 从哪儿保护自己 defenderse de 比如说 defenderse del enemigo 这是不是预敌 我们自我保护 从敌人那儿保护 对吧 那再比如说 defenderse del peligro 从危险 保护自己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 matar 杀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其无动词啊 比如说 matar un cordero para el banquete 好 那这个就是不说 杀了一只小羊羔 为什么呀 为 宴会 对吧 杀的直接对象就是羔 什么 杀的直接对象就是羊 好 然后再比如说 bidio un plato de sopa para matar el hambre 你可以指真正含义的 那个啥 也可以指什么呀 指再转译 隐身一下 是吧 是不是说的是 他点了一份汤 对吧 来干嘛呀 来 舔一下肚子 来杀掉饥饿 对吧 来舔饱肚子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这个golbear gida 然后golbe 这是它的名词 那golbear gida 这个词呢 整体变味也是规则的 这变味就不说了 而且还是一个 集物动词 对吧 比如说 los niños juegan al fútbol y a veces golbean la puerta del padiu 那是不是说的是什么 孩子们在踢足球 然后有时候会打到什么院子的门 对吧 golbean 它的直接变味 是不是就是 la puerta del padiu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obede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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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语法的时候 例句也出现过 那这个obedecer 它整体变味 你看最后有一个cer 对吧 那你是不是会想到什么呀 parecer conocer nacer 等等这些 所以它成为现在时 就应该是什么 tco 对吧 obedecer 其他人称是规则的 然后那么 至于它的虚拟是现在时 那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 obedecer 对吧 这一溜是不是造下去 obede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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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那再接着 简单过去时 过去未完成时 将来未完成时 等等等 这些也是规则也就不说了 那obedecer 它是什么意思 是听从服从 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那像它这个听从服从 听从谁 听从什么 嘉宾语 对吧 比如说obedecer una ley 是不是遵从法规 对吧 好 再比如说 el vero obedecer as amo 那是不是说这小狗 听它主人的 服从它的主人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组 agavar 它有结果是什么 或者是消灭 就给它弄完了 那是不是agavar 这特别好理解 因为agavar 它有结束的意思 是不是伴随着什么 结束的 对吧 消灭了什么 或者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 no pararon de comer as da agavar con todo lo que había en la dispensa 那是不是说 他们不停地吃 直到什么呀 消灭了所有的 在储藏室里头的食物 对吧 as da agavar con 然后是不是直到结束 以什么结束 所有的吃的为结束 那就是都吃完了 对吧 好 然后再比如 vas a agavar con mi paciencia 那啥 你要耗光我的耐心了 你要结束了 你要以我的耐心为结束了 对吧 好 再比如说 la palabra hersei agava con y 那是不是说 这个hersei 这个单词呢 是以以 erida 结束的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 an barabundo barabunda 流浪呢 比如说 perros 那是不是流浪狗 对吧 流浪喵 gados barabundos 然后呢 还可以指人流浪汗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herida 伤口 这也不说了这个名词 然后后边这个 maldito maldita 该死的 其实感叹句里头用的很多 比如说 maldito tiempo 该死的天气 就是是不是指的天不好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rabia 狂犬病 然后那可以指狂犬病 这种病 还可以指什么呀 愤怒 对吧 愤怒 好 然后再接着后边这个 alcalde alcaldeza 这是村长 镇长 市长 这一级的官员 好 再接着后边这个en cuando 这是治愈什么 说到什么 这个词组 要记住 比如说 ya he comprado los pasajes de avion de ustedes en cuando al mío estoy mirando si puedo conseguir otro vuelo 那是不是说 我已经买了什么呀 你们的机票了 en cuando al mío 至于我的 在这儿 他是不是用了一个 物主带子 是不是想说是 el baisa no 是不是想说 el baisa he mío 对吧 至于我的 estoy mirando 我正在看 是不是能买到另外一个航班 对吧 再接着后边这个fino fina 精细的 可以形容人 细致的 再比如说像 科罗那 那个啤酒 它是不是 那个墨西哥的 你可以看一眼 啤酒瓶上 它会写着什么呀 cerveza fina 好 然后比如说 arena fina 是不是精细的 沙子细沙 精细的一个 指环 戒指 对吧 然后皮肤 非常的细腻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nobleza 高贵气质 很贵族 这没什么可说的 后边会出现 它的形容词 noble 高贵的 这也不说了 然后后边 这个形容词 feliz 它可以是不幸的 这个特别好记 feliz 是不是幸福的 前面加了一个 否定前缀 那它是不是 就是不幸的 或者指人 不幸的人 倒霉鬼 比如说 fueron unos días muy infelites para todos 那是不是说 那是特别不幸的 几天 对于所有人来讲 是不是对于 所有人来讲 那几天都特别倒霉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gometer 好 那gometer 这个词变味 是规则的 它指犯错误 犯罪 这样的意思 那gudos 犯错 罪 可以直接加名词 比如说 gometer errores 是不是犯错误 再比如说 gometer un crimen 犯罪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 后边 这个delito 罪行 好 然后后边 这个brusco 骤变的 生硬的 骤变的 比如说 un cambio brusco 是不是 飞速的变化 极大的变化 就是那个意思 骤变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 后边 这个 attacar 进攻 攻击 攻击谁 攻击什么 直接加名词 就好 那比如说 la mayoría de los animales salvajes no atacan al ser humano si no son provocados 那是不是说 大部分这个野生的动物呢 都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 对吧 攻击的职业对象 是不是al ser humano si no son provocados 如果不招惹 他们的话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这个condición 身份 这也不说了condition 对吧 条件 这跟英语一样 然后后边这个 mentiroso mentirosa 爱说谎呢 或者指人 撒谎的人 是mentiroso 然后再接着后边 这个seguro 肯定呢 必定呢 比如说seguro 肯定这件事 是怎样怎样的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 后边这个brogar 刚才那个例句里头 是不是有呀 有引起 挑起 挑衅 那引起什么 是不是直接加名词 对吧 比如说 es una escena capaz de provocar la risa 是不是这是一个 能够招人大笑的 一个场面 对吧 好 然后后边这个 sus palabras provocaron la ira de todos los presentes 那是不是说 他的话呢 引致了所有的 出席人 在现场人的 愤怒 对吧 引起的是什么呀 la ira 是不是愤怒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这个respondir respondir这个词呢 整体变位 也是规则的 所以这个变位呢 也就不说了啊 然后他呢 可以当回答奖 首先 那你回答呢 急物动词 不急物动词 都行 比如说 no sabía que responder 我不知道回答什么 这句话里头 respondir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什么词啊 急物动词 回答的直接对象 就应该是什么呀 是这个que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比如说 vuelve a llamar pero si no responde nadie nos vamos 那是不是说 你在敲敲门 对吧 如果没有人回应 那咱就走 那这句话里头 respondir 是不是就是一个 不急物动词 对吧 没人回答 然后再还有 respondir 它有负责的意思 为什么什么负责 respondir de algo o responder de que 那比如说 tiene que responder de esa culpa 是不是 它应该为这个 过失而负责 对吧 那再比如说 tu respondete que la carta llegue a su destino 是不是你要负责 把这封信 送到它的目的地 对吧 是不是你必须要怎样 其实在这句话 大家要看语气啊 是不是用了一个从句 那这个语气 如果是下命令的 含义比较强的话 那你后边就要用什么 是不是用虚拟啊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这个governador 刚才看了一个什么 alcalde 这是不是村长 然后像这个governador 这是不是总督省长 这也不说了啊 然后再接着后边 这个serinarse 平静啊 那他呢 如果要 这是不是让什么什么平静 然后如果要四副同词 是不是让自己平静下来 对吧 比如说 tienes que serenarte y dejar de llorar 是不是你应该平静下来 不要再哭了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 el mar se ha serenado 大海已经平静了 只人只物 是不是都行 好 然后再接着后边 这个gara 这个也不说了啊 再接着后边 这个severo severa 严厉的 严肃的 es una chica severa junto del mundo 这是一个对所有人 都很严厉的人 然后再接着后边 这个sonrisa 微笑 这也不说了啊 那到这儿呢 咱们第一段课文 出现单词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